一个月的时间俘获了220万粉丝 日发送回复量高达70万 2013年一时一款聊天神器小黄鸡在网上横空出世了 小黄鸡建立在某社交网站的公共主页上 只要网友在发言中按他或者直接向他提问 这个小东西就会有一种可爱俏皮的口吻和你对话 比如有人问小黄鸡你是谁啊 谈立刻答 你是我至尊无上宇宙无敌最美丽妖艳的主人啊 问吃什么好呢 小黄鸡回答 脆花上酸菜 还有网友说我的真爱要结婚了 渐渐的小黄鸡竟然说恭喜你呀 听的网友是哭笑不得 但正是这种诙谐幽默的回答 让不少网友乐死不疲的戏耍小黄鸡 还不愿意相信这就是一个机器人 大赞再也不担心没人聊天了 而网络世界的社交反胜实际上反映的是 人们在现实世界的孤独 能自动回复聊天的小黄鸡横空出世 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个观点 来听听网友的观点 网友说 科技填补了我们原本用来发呆无聊的时光 但我们的精神世界是否反而会因此变得更加空虚呢 下面这位说的特别好 热切的盯住屏幕却忘了回望身边的亲友 为什么不把身边人当只小黄鸡呢